学徒三年 1948年 师父找到张文海 说要带他去上海的风泽楼 风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 是一家以经营卤菜而闻名的餐厅 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 因为到风泽楼后 他可以跟在师父身边干活了 如果你这小伙子 他有机能边 很聪明 是吧 这师父就 他也不能找一个 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 也不行 是不是 那时候就这个 一看那小伙子行 那就提了 提了还不是直接一个少菜 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 叫了庆了 了庆 他干什么呢 把这个蔬菜呀什么的弄干净了 给安藏了 什么叫安藏了 配菜的 那也不是随便配的 帮头按的 帮二按的 帮三按的 我们这个叫了庆 这比打打的就提一步了 了庆的活一点也不轻松 到了晚上 大家都去休息了 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 他就是张文海 他在忙着给师父洗围裙 泡茶 徒弟这么懂事 师父怎么会不喜欢呢 那时候呢 师父他也是一样 他看你这人呢 你这孩子无错 他能下工 一般他也不说 他也不说 他一看你这个 挺好学 又勤劲 他就感觉到 干上你有点价值 你不能容易费了万年进 费了二十年进 你什么学会出来 他也费了 他也费了 这之后 他也费了 那一半 太大 有一次 像这一般菜 炒了酥 炒了片 包三样 包两样 做个饭菜 做个汤 做个酸辣汤 木鱼汤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父的欢心 但那个年代 师徒之间记忆的传授 还是有所保留的 所谓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就是真实的写照 有的呢 有一点都有一点机会 全掏出来 不带走 也有 但是呢 刚才说的也有的 也不错 但是那个关键那点 他不跟他说 张文海苦争苦熬 图的就是早日掌杀 师父不教 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 偷偷留意 对师父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 都牢记在心 你要是 真想是把它的东西都拿过来 那也得费一份脑子 平常卖这菜 他卖这菜你就 你得观察 那他不能不闹 他保守 他得做出来 你比方那猪肚 这么大一猪肚 那堵筋 他得拉下来 他这么拉过来看着呢 那堵筋 他嫩着呢 那是一脆 双脆 那是一脆 他把它片下来以后 他怎么拿剪子搅着油 最后怎么成为一个涮面似的 就是那嫩肉 一点筋没有 所以他脆 那咱们看着呢 就这样 张文海会得越来越多了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 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那天呢 天挺热 上海那天热呀 都光着急 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 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着 风吹着也凉过去了 其中就有一个走菜 走这头菜 总怕一次 我一听说这个 我就不离开了 他们都在外面 这个呢 我跟那呢 我也是冒 冒着险呢 别让他们看见我都 也别让师傅看见 我就冒着险做这个 做这鱼翅 正好当时没人 我就自己按照师傅 原来做的那个标准 我就做这鱼翅 开始调味 调味把这鱼翅下去 稍微靠一会儿 就给气 给气 我一打完烧 淋上葱姜油 去炒烧 我就按人家做 按照规矩 徒弟不允许做鱼翅 这样名贵的菜 但是他抓住了师傅 没在厨房 而前台又不断催菜 这个蛋口 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 全用上了 这道红烧鱼翅 做的色香味俱佳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说那是第一次做 那根本你是不可能 那正在放口的时候 忙的时候 不可能到你那儿 那师傅 他那两个月的还要好 好几个 你就轮到你那儿去 我就冲着工 我就别躲这儿啊 躲这儿你也别出去 是呀 你要做这个菜 你就在那儿等着 我记得 脑子到现在 我记得很清楚 那道红烧鱼翅 被端上餐桌后 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这件事 在封字楼的厨房里 迅速传开了 师傅对这件事 也表示了默许 张文海终于 靠着勤快和大胆 为自己赢得了 掌勺的资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品是传统的资 作品是传统的资 所以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 可是他也深知 这炒勺上的功夫 是没有止境的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和不行 这二十六高 这把这整块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再收一收 那支再收一收 然后再防止 帮助